清新洞穴 气坑洞 是2006里有13个国家100多位探险队员 联合组建的红明贵探险队探凑 发布的数据 圣国国目前已探明的最深洞穴 垂直高度920米 网上几乎淘汰不到这个洞穴的资料 这个洞穴对于众多探动爱好者来说 充满了诱惑和恐惧 被视为毕生的目标探动的听话办 为了能让这个亲密洞穴 留下我们中国探险队伍的讲义 由探险中国 毕方港 组建了八人探险队伍 开始了为期五厅四夜的探索 作为其中一员 直到现在每次回顾当时拍摄的素材 心情还是一如既往 久久不能平复 有震惊 有激动 也要当时临去19小时 高强度激寒接迫中单下的探索 买下了难忘记忆 看这道路 像平平家 这样啊 我说一下下降顺序啊 你就跟着我后面哈 然后主要确认一下收尾 收尾 你们两个收尾行吗 你们两个收尾 那你就在最后 你参加过救援呢 让你们收尾放心一点 现在时间是三点钟 凌晨三点啊 我们进行二探天心动机 我们已经开了16个小时的车 开到这里 然后直接进洞 今天晚上在洞里露营了 探索这种超大型洞穴 我们要尽量赶上好天气 尽早下洞 提前一天出洞 就可以减小天气突兵带来的风险 每个人都要背上 除了自己五天的食物 露营装备 外加至少200米神 以及公共物资 物资过多会增加背负重量 我们要做到尽量精进 每季装备和食物 都立即做到轻量化 现在是2点52分 海拔1133米 这里是7K洞的第一个平台 这里是一个很小的洞口 要从这里继续下去 无底声音啊 巨人的胸腔 现在到达第一个平台 下面就是今天我们露营的地方 第一露营点 现在是6点11分 早上6点11分 海拔1千021米 最后两名堆友到达营地 我们已经把第二床倒好了 我这湿的衣服应该就挂在这了 没用 就全了 不会干的 不是 现在是10号 中午1点59分 这是我们的早饭 什么东西 舌头 黑白虎肠 你看营地开始下降 越多这么小的洞道 太受罪了 还拖一个这么大的包 这包里面估计30多斤的东西 这小洞道 太麻烦了 终于从这个小巷道钻过来了 现在也从这么小的洞里面又下去 这洞实在是太小了 我的包正好 和这个洞口的直径差不多 就是从这个小洞口下来的 我的队友在下面 现在时间下午4点11分 刚从上面下来 从上面下来 非常奇特的斜水潭 一个机一个 下面还有 发现了一只洞穴蟋蟀 一个机一个洞水潭 到了一个大树镜 等到两个小时 终于下来了 这里也给骨头 造型奇特的石头 我们队友从这里下去 大概已经下了七八十米了 下面还有一百多米 深不尽地 下面就到这一段的底部了 下面就到这一段的底部了 开始钻洞咯 开始钻洞咯 是个狗洞 这边也开始看到中入石了 继继续跑动 小心有岸金 在想吗 对标 是个狗洞咯 很大的水深 继续到前面看一下 这边有啥醒啊 动到很近啊 这个就是黄玫瑰探险盾留下来的 还有他们的名牌 前方怪石灵循的啊 朝底下有一个很深的很深的 我们还得往下 我们的路线肯定是往下的 然后我们今天会去找地方录影吧 明天我们再下 先返回吧 等乐成狗了 不行了 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今天找到了一个非常干燥 又没有流水深的录影地 现在吃这个米饭 麻辣鸡肉味道 第二营地在一个干燥小窄的地方里 很舒服的休息了将近12个小时 此时已经近动35个小时了 接下来我们期待两天一夜的物资继续探底 计划后天无论如何回到这个营地 穿过这个熏牙 在这里也挡毛饼 从上面下来以后 这里到乱石坡路段 这边有块石头 外面就像冰糖一样的鸡精体 我们要通过这一段非常小的洞道 非常非常小 队长被卡住了 哎呀 进不去出来 怎么办 这个小洞太小了 在这里发现一个蛋 非常小的一个蛋 应该从上面滴水形成的 继续穿过这个狭狭的空间 下水了 下水了 继续前进 这边的水流比较大 这边是什么 我现在正在通过极限路 这边是什么 这边不容易通过 对 人要从这走 对 人要从这走 对 会不会跟上 哦对啊绳子绳子带住了 绳子 卡住了 我们要边穿越边拖两根200米的绳子 绳子老是卡住 非常漂亮的石头 非常漂亮的水晶起了石头 很多 后面还有 水晶动 很大的车力 给你吃了 我冲下体力 牛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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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身子 马上 现在开始下降 好奇怪的石头 下面是白色的 上面是黑色的 像条鱼一样 很长一段 但是这种非常小小的路段 非常压抑 不知道还要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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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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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